日本和牛放上鐵板上直直作響 油花均勻分布 就像大理石紋理 一刀一刀切下 加入洋蔥 辣椒 不停翻炒 再淋上特製醬料 每个料理动作都很讲究 还有超大只来自龟山岛的甜虾 放上鐵板上 肉身油黑翻红 细心摆盘端上桌 虾味扑鼻 民众看得口水直流 平日都听不到 对啊 今天终于来吃了 听朋友说这家还不错 然后就想说来吃吃看 想吃还不一定排得到 铁板料理尽管价位不低 但人气旺得很 一周前没定位 就得跟这些美食说拜拜 我们拿捏的量 就是拿捏 那一天的比如说预约的量 我们尽量就是最完美的给顾客 不只超夯铁板料理 想吃得定位的还有这个 Oh my God 刚刚我这个狐狸下去 我跟你讲我也怕烫火 我就直接拿起来 我要给它客了 超鲜海味用炭火烧烤 香味扑鼻 新鲜鱼货 宜兰海边现捞 便宜又澎湃 CP值破表 一到晚上总是人潮满满 宜兰美食超人气 除了铁板烧 要提前一个星期定位 海鲜复合式烧烤 假日想吃得一个月前预定 建筑非常有特色的 无菜单料理也同样要等上一个月 我觉得他们的菜色都还蛮 主要是主打海鲜 然后我也蛮喜欢吃海鲜的 然后又新鲜 所以下次会再过来 老韬为了这些经典好菜 花时间预约 等待酒都愿意 哪怕是吃一口都好 三秀黄国瑞 彭博勋 宜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